在去年这个时候 我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心理咨询 虽然说我觉得我上了这么多年学了已经 但是我在任何一个阶段学到的都不比这一段心理咨询要多 哪怕有的只是一些很小的technic 一些对话或者思维方式上的一些转变 我都觉得这些东西对我待人待己待事的各个方面 都有着非常根本的持续性的影响 所以我想借着这期视频分享一下我为什么开始心理咨询 我如何找心理咨询师浅浅地去介绍不同的心理咨询提供者的一些区别 我的一些感悟给到想要开始心理咨询的朋友一些参考 同时我也知道要规律地长期地去接受心理咨询 它的成本是不低的 再加上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心理咨询师 也是非常开门缘分的 但是心理咨询它终究只是一种疗愈的方式 我们如果不能够找到这个方式 我们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努力让自己变好 我在这里并不想去谈论我的咨询师本人 或者说我跟咨询师讲过的具体的内容 但我会仔细地去分享就心理咨询这件事情给我带来的一些意义 那我为什么已经在心理咨询结束了一年之后才来分享这件事呢 因为我觉得无论你学什么 你都需要时间去筛选 去消化 去内化 去检验 所以如果我当下就马上来分享的话 可能我只是在迈入一些我的短期记忆 但是我觉得现在一年时间足够让我提炼出真正对我有意义的东西了 2019年呢我第一次自己到国外去独自学习和生活 当时除了本身学业压力 文化隔阂 还有人生家庭的不和谐 职业发展规划的迷茫之外 我本身不太健康的自我状态 以及由此发生了一段不太健康的恋爱关系 我选择了跟我当时男朋友分手 虽然是自己决定 在所有上述因素的作用之下 这个分手其实是显得格外痛苦的 我在分手的那几个月 常常会有一些轻生的想法 我很多时候表现都非常反常 比如说会晚上哭到睡着着 或者是哭到醒过来 然后要经常去拨打24小时的校园急救电话 我有时候会红着眼睛去上课 上到一半就爆哭到老师批准我回家休息 就是经常觉得我自己快要不行了 当时仅存的一些尊严感 让我去找到我们的behavioral medicine 校医 当时我参加过学校的一些support group 求助了我们的一些 像类似急诊样的心理医生吧 虽然说我知道校医们已经在非常努力的 在帮助我和安慰我 但是我总觉得 就是我心里会有一些担心 就是他们会不会在职业讲校 或者是会不会是听完就忘 或者当时会觉得我特别的难以理解 然后想要赶紧把我打发走之类的 我回到家之后该怎么难受 还是怎么难受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我不需要一个一次性的发泄 我想要一个人真的能够倾听和理解 我所有的故事 我真的想要彻底的去好起来 当然在我写下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也会想到有的人听见可能会觉得 我也没有遇到什么天大的难题 我应该是挺矫情吧 或者挺娇气的吧 但是我想说 我的情绪都是主观的 相对而言的 并且我也想要让一些正在经历困难和痛苦的朋友知道 即便你以为你已经 hit the rock bottom 你觉得你已经 lose everything 但是就像一位神经外科医生 Sherwin Nuland所说 你不论如何都可以找到回归的路 只要你足够想 后来我就请校医帮我写referral 联系了当时能够联系到的所有的咨询师 当时咨询师资源真的很紧张 我写了大概有六七封邮件吧 只有一个人有空缺 那就是我的心灵医生Juladay 在二月份我们确定了要一起共事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商量合同的事情 包括费用地点和频率时长等等 他的办公室离我的学校和宿舍都不远 所以疫情之前我们见面还挺方便 疫情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是zoom和facetime 我们的合同虽然写的是一周见一次面一次45分钟 但是我当时觉得可能不太够 然后我就跟Juladay说我能不能要多一次session 然后他就说没关系 他给他的客户通常都会有每周免费的一次extra session 然后所以我也不要 我们除了少数的几次请假之外 基本上一直都是一周两次的见面 他的收费其实也并不便宜 我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有医保 我做了将近半年的心理咨询 我对他的这种感激就是无以言标 在我见了Juladay两三遍之后吧 原先那几个没有回复我的心理咨询师 有其中一个她突然有空缺 我就去体验了一下 这位心理咨询师 我们就叫她L吧 她是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小姐姐 我一开始有想过要不要换成L的 因为我在跟她见面的时候 我发现她真的比Juladay温柔很多 她更像是一个知性大姐姐 就是我偏见了一个心理咨询师 应该要有我的温柔的样子 而且她在那个session开始之前 就给我做了一个很详劲的调查问卷 看我有什么问题 然后并且她会把那些问题列成12345 很规规整整的说我们一个个来 你的这个什么问题可以干什么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吃药怎么怎么的 然后会觉得好像很靠谱的样子 但是Juladay她给我的感觉 就更像是一只老婴儿 她在每一次session开始之前就会 so what happened 感觉也没有什么固定的structure 她在前半段基本上就是 最近会神的听我讲 我想到哪我就讲到哪 她不会去刻意的去引导我讲些什么事情 她会让我把我当下脑子里在想的东西 就是全都讲出来 并且要清晰的讲出来 她在看我的时候我觉得 她就有一点那种就是眼睛会发光的感觉 真的是很很有穿透性的那种眼神 就是让我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紧张 而且在有时候我正吐苦水吐了一半 是我自己都很痛苦到懵缺的时候 她会突然 I don't know what the question is 或者她会觉得你的话没有point 她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她就会去问清楚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我后来也把我这些想法告诉了Juladay 我在见完Al回来之后 我再跟她说 我在想要不要还住 我也不想瞒着任何地方 有点像在cheting的样子 Juladay没有跟我说 她同意或是不同意 但她跟我说了两句话 在那一段session里面 就改变了我的想法 第一个 任何方法有很简单的方法 有很简单的方法 第二个 改变是不舒服的 就假如说我依赖药物 我可能当下会受一些化学成分的影响 可能会感觉到好一点 但是我底层的问题 还是原封不动的存在的 我以后我停药了 或者是有了一些什么别的trigger 就是我这些问题一样会复发 很好笑她就站起来去接水嘛 Come on 我见过太多有心理疾病的顾客了 你还远远没有到那一步 而且谈到后来 我发现很多问题都印证了Juladay的那句话 就是everything goes hand in hand 你不需要说把问题列出来 一二三四五 我们先解决这个那也在那个 就是很多事情里都是 你先敲动一个脚 然后别的事情也会随之就会变好 再过了一周左右吧 我后来自己上网去查了一下 我发现他们两个的同行是有区别的 你如果上网查的话 你就会看见我一大串的对比 所以他们的资质证明有区别啦 然后专业啦 上了课啦 他们的工作方式和主要负责的一些 内容和领域都会有区别 比如说我的Juladay 她就是一个LMHC 就是Licensed Mental Health Counselor L她是一个LCSW Licensed Political Social Worker 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这两种头衔就是你能在美国找到的 最常见的心理咨询服务提供者的头衔 Juladay她这样的LMHC 她更多的是Focus在你个人的心理疾病 就是更加Personal一些的一个工作方式 但是像Social Worker这样的人的话 他们会更加从你外部环境 比如说你的Community 你的家庭去看你有没有遇到一些环境上的问题 或者说你缺乏一些合理的社会资源 她会跟你一起去探讨 怎么样去推动社会的改变 去帮你改善自己的心理问题 但是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需要心理辅导的患者来说 我们对面作者的心理咨询师 他具体是上了什么课拿了什么证 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其实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当下能不能感受到 我们自己的一个提升 我们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会不会感觉到来电 就是他能不能给你一种 get it back的感觉 他能不能真正的理解你 就不管从心理上还是从文化背景上 就他能不能有这种方法 去给你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改善的一些建议 你们两个能不能顺利地work together 这个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 我从这段心理咨询中到底学到了什么 首先第一点就是 真的要正视自己的情绪 其实没有人是绝对理性的 情绪它并不是一个洪水蒙盛 高情商也并不是说 做人非常圆滑 然后很人情世故之类的 也不是可以让你懂经理的一个工具 我认为情绪它是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做决策的 不论你是说今天想吃什么 然后你想化什么样的装 穿什么衣服 然后大到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伴侣 你在什么城市生活 你的职业发展 你真正理解你自己的情绪 你才能真正理解你自己 从而做出真正适合你自己的决策 而且我觉得只有通过了解你自己的情绪 你才能够知道 哦原来别人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情绪 同理心同理心 同的就是这个理 这样你才能很好的跟别人共情 而共情是你处理人际关系当中必不可少 可以说是最基础的一个要素 但是同时你也必须要警惕 就是你跟很多事情要保持一定的mental distance 然后你才可以去比较好的维持你 基本面的一个稳定 做心理咨询就好像你在work out一样 就是你要练到不同的肌肉 我以前有时候会觉得 可能我只有bad news是值得探讨 因为你受到一些深刻的一些伤害 你才会有一些深刻的lessence 但是有一次我自以为 我准备了一些比较稀松平常的话题 我当时状态不错 没有什么要流泪的事情 我就跟Jule Day说 我今天有good news 然后Jule Day就好像有两眼放瓜的感觉 哦 I love good news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分享我的一些快乐的事情 我发现你的快乐也是很值得去思考 它会让你知道什么东西是让你快乐的 你以后再面对一些情绪危机的时候 你可能比较快的就能把自己去调整好 你会知道怎么去为你自己去趋利 就是真正对你有好处有意义的东西 你会比较快的去找到它 第三点就是你要反思 但是你不要过度反除 在我理解就是你必须要理解自己的生活的话 你是要往回看的 但是你如果一直往回看 你就没有那个精力去抬头看看现在和面对未来了 到现在为止 我虽然已经写了有五年的日记了 但是我回看我前两年 甚至前三年的日记 其实我感觉像是在看一个跟我毫不相关的人的流水照 我不知道我当下遇到了什么事情我是怎么想的 就是我没有那种在看我自己的感觉 其实现在看起来觉得还挺好笑的 我当时一点也不开心 却非要写自己很开心 还放一个开心的sticker 我有时候会把日记当作to do list 写一堆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做 也不知道喜不喜欢做的事情 这是一片充实又快乐的虚假繁荣 而且我甚至会把日记当作摘抄本 拜托写这东西有什么用啊 一点关于自己本身的historical data都没有 我当时完全没有反思意识 会刻意的回避负面情绪 感觉连自己都不能信任 不敢跟自己说关于自己的实话 现在因为我已经跟自己的过去和解了 所以我在这里批判和嘲讽我自己 但是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 让你现在马上对自己指手画脚 反思应该是治愈和学习的过程 所以当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建议你尽量试着不要去感到愧疚和羞耻 每次在我分享完我要说的话之后 Juday都会 嗯 This is interesting 就他这种态度会让我觉得说 哦原来我遇到的这个事情 是一件interesting的事情 著名的斯多格学派哲学家 FXT的曾经说过 人们的困扰很多时候不来自于事情的本身 而是来自于他们对事情的看法 我对这个哲学家不是很熟 但是我真的很认可这句话 我们都有过独此一份的经历和体验 这是专属于我们自己的惊喜礼合 只有亲手揭开盒盖 才能看清生命给我们的祝福 但万一你要说 我就是不揭 搞不好里面是个惩罚 那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这种分析也是要有个度的 有时候我去找Juday说的时候 就我把我要说的问题 记在我的日记上了 我给你读一下 他说你就给我说说 你现在此刻 At this moment 你在想什么就好了 那我说 可是我如果把我要说东西忘了怎么办 他说那就不要说了 有的事情就是要被遗忘的 想不起来的 说明它可能本身也不那么重要 你没有必要总是去反除那些 本该被遗忘的事情 人类自古以来呢 就喜欢给所有的事情各种归因 尤其是存在着主观能动因素的原因 但是到后来发现 很多事情就是随机发生的概率事件 你纠结来纠结去 也只能得到一个42% 下一点就是你要成为一个active thinker 哪怕就会让你很不舒服 也许你现在很抑郁 也许你现在很痛苦很抓狂 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依靠你自己去努力挣扎 努力走出来 如果你放任自己去懒惰我 那某种程度上你是不可原谅的 有的时候我状态也不适合 然后我去找朱乐迪说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 然后朱乐迪就会跟我说 Lisa你现在很懒 你需要自己去思考这些问题 还有一次就又得问了我一个挺常识性的问题 你就愣住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就说 Come on you graduated from being you Don't tell me that you don't know this Oh 我觉得非常震惊 就是我当时总觉得我可以依赖我的心理咨询师给我一些答案 或者说我纯纯的就是坐在那等着别人给我灌输一些东西就可以了 此外我觉得看心理医生就有点像你上课学习一样 我在session结束了之后 我会记录一下我在session里面讲到的什么东西 有一些新的发现或思考或者一些我感到困惑的东西 我都会记下来 像我要做的一个课题 看一些视频或者做一些research 或者看一些书去寻找一些答案 我要拿出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行动 然后如果我还是觉得有疑惑的话 我会去礼貌性的写一些邮件给直了得 或者等到下一次session的时候 我把这些东西翻出来跟他探讨一下 你怎么去跟教授合同呢 你就怎么去跟你的咨询师沟通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想说沟通是一个双向的行为 就有的人可能会以为 我沟通的你好意味着我很会说 我很会表达我自己的感受 很多时候对话也可能就停留在一个很口水的一个层面 或者说是一个劲的某个人在说 或者说两个人都在说 但是两个人都没再仔细听 我们没有能够真正的去理解到当下我们自己或者对方到底想表达出什么 我认为一个让双方都能感觉到很舒服又有收获有意义的高效的一个沟通 需要让对方都能够敞开心地去说 那么重点就在于我们两个人都要去建设出一种自由包容充满信任感的一个倾诉环境 我觉得这一点Juladay能够很好的去引到我去做到 我还记得我在第一次听到Juladay跟我说 在这一个session里面 You have my full and undivided attention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哭了 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一句 我前阵子在看蛤蟆医生去看心理医生那本书 Mr. Toad的心理医生也跟他讲了这句 我当时看到我也是立马就逼算了 即便这件事情已经过了一年多 这句话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没什么 可能你觉得这是心理咨询是该做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你就单纯地知道 在某一段既定的时间里面 你所有的话 你所有的行为和想法 都会被完完全全地看见 接纳和理解 某个人的注意力完完全全地属于你 你单单知道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就已经幸福地 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去形容 他从来不随意地去评价我 他能让我尽可能地把我自己的话说完 然后他再去提一些他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也知道了 我的重要他人要跟我进行交流的时候 我会确保说我需要画出一段时间 就是专门去给这个人 保证我的精力是高度集中的 理解和接纳他们如果不涉及底线原则问题 在最后的话我会尽量去就一些 我认为比较有一丝值的探讨的细节 引导一些开放式的问题 第六点我想说的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的正确或错误的 每个人他说的话背后都有他非常鲜明的一个价值观立场 或者是情绪偏好 即便是心理医生或者说某个领域的一个所谓的权威人物也好 他们说的话对于你来说也只能是一个参考 你真正的权威就是你自己 就比如有一次我在跟Joliday说到 我有一种强烈的愧疚感的时候 我会说会不会是因为女性生来就如此呢 有的人可能就会认为 由于一系列的生理构造或者说是生育功能之类的一些问题 导致了女性可能天生就是比较敏感脆弱的 但是Joliday他就非常强烈的认为 但是同时他又让我知道生活没有绝对的答案 即便Joliday是这么认为的 但也不代表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你去听但是不代表你要 就像Joliday经常跟我说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就是 世界上一定会有能够理解你的人 我在遇到Joliday之前经历了大概三个阶段 首先是从高三到大学这段时间 不就一天能发十几二十条朋友圈的 大学毕业了之后到研究生的这段期间 我就是不怎么发朋友圈 但是我逮着一个人我就说我的心事 后来我发现好像说了也不会有人在意 世界上可能没有人要care我 没有人可以理解和接受我 直到我遇见了Joliday 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 只要你去找你用了对的方式 找你一定会遇到那样的一个人 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找到 考虑至少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你没有找 你找了错的人 第三是你不会正确的 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诉求 第四是你目前的人际圈确实水平不行 不可否认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能够理解和跟你产生 就是有效交流的人 It takes so much more than we imagine 这其中涉及到包括同理心 耐心 文化水平 生活阅历 沟通和倾听的意愿和能力等等等等 所以当你不断地往上走 当你不断地去了解自己 你建立好自己的一个筛选机制之后 你去结交一些 真正适合你自己的人 你去真诚地对待他们 你总会收获这样的一些 能够真正理解你的人的 好啦我要分享的东西就这么多啦 总结一下就是说 直到今天我每每在回头看 或者要做复盘的时候 我总会觉得这段心理咨询 真的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它是我为自己做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了 它很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一个世界观 或者说我的一个潜意识状态 它让我真正学会了如何成为自己的朋友 如何去面对自己的一些遭遇 不管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如何倾听自己和他人 会让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孤独感会少很多 这整个过程中 我能清楚地感觉到 我的情绪和认知的触角 在不断地向内和向外延伸 我的内心真的能够把根 扎到我的灵魂深处的感觉 虽然说这个过程中 会有一些失落 有一些痛苦 一些迷茫 一些尴尬 一些愤怒 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感谢 我很感谢我的心理自律师 他就是没有义务去帮我 免费做心理自律 但是他真的很愿意帮助我 不求回报的帮助 同时我也很感谢我自己 因为有时候你以为 你抓住了一根中立稻草 是别人把你抱起来的 但是你需要自己去抓 你需要自己去爬 你才能够上岸的 OK 我今天内容就此结束了